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习近平最新签署发布的这个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事行 中共军队很多军事名词都是舶来品 当年用输军的,现在用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它的英文名称是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它的缩写为MOOTW 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自1994年正式提出之后 一直到21世纪之后,该概念就不再被美军使用了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虽然使用了这个军事名词 但是其内涵和美国的概念却完全不同 按照中共军方的说法 非战争军事行动就是军队执行的任务除战争之外的其他军事行动 包括与战争有直接关联的军队内部的军事任务 如军事训练、演习等 中共军方的将领何雷曾经撰文介绍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种类很多 其中包括反恐怖行动、平息暴乱骚乱、处置边海空防事件、强险救灾、处置重大恶性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国际违和、联合军演、安保警戒、保卫陆海空重要交通运输线安全等等 而且在强险救灾、处置重大恶性事故等类型中还有许多不同样式 如抗击地震、洪水、风暴、冰雪、旱灾、火灾、海啸、雪崩、山体滑坡、火山爆发等 处置恶性海难、空难和陆地交通事故、武器装备试验、爆炸事故等 何雷这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 他当时是中共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副部长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何雷呢?我们会在后面跟大家解释 何雷说了以上这么多 但是我们看到在列出的这些种类里 中共军方把反恐怖行动、平息暴乱骚乱、处置边海空防事件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而且中共所说的反恐怖行动等这些名词 其真实的对象、针对的目标和国际社会所认知的 却是截然不同的 很多直接就是针对中国大陆普通民众 比如说8964邓小平调动几十万正规部队 对大量学生、民众进行镇压 在中共的眼中 这就是属于非战争军事行动 其实中共虽然使用的是美军的军事名词 但是利用军队进行各种非战争活动 却有很长的历史了 中共党魁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名言 他说 共产党夺取和巩固政权靠的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中共的军队就是他说的枪杆子 对中共政权而言 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国防军事力量 而是他所谓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 因为他就是保证政权绝对统治的政治力量 同时也是党内斗争的重要工具 在1965年到1976年文革前后十余年里 中共军队在上述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重复一遍 中共军队既是中共巩固政权的工具 也是党内斗争的重要工具 比如说 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共权力的最高统帅 敢于在1966年发动文革 其所谓的基本力量和有力保证 正是来自军队方面的支持 他开创了全民学军 军队介入政治、文攻武斗等管制手段 对中共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一直持续至今 我们这里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所谓的三支指的是支左、支工、支农 而两军指的是军管、军训 具体来讲 军队支左是指支持当时所谓的左派群众 支工是指支援工业 支农是指支援农业 军管就是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军训是指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 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 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武斗成风、局势难以控制 为稳定局势 1967年1月 中共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 3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军、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当时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 全部接入并领导所驻地区以支左为核心的三支两军 军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 建军事管制委员会 建立军管小组 派出军代表 书中统计 28%的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军委会 国务院的48个正部委机构 有45个被军管 在1968年4月到8月间 中共的宣传部、统战部、外联部、中央调查部被军管 对中共人事管理最核心的中央组织部 由军人实际领导 军队干预国家及各级政府事务的广度、深度及时间长度 都是史无前例 从1967到1972年 中共军队先后派出了281万军人 担负这项任务 回顾这段历史 相信各位对中共军队在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中 重大的中共内斗中发挥的作用 应该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因为篇幅所限 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因为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刚要实行 还包括着海外这一部分 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位中共的军方人物 何雷中将 他曾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今年两会期间 他在习近平参加的军方代表会议时首先发言 今年3月7日 习近平在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 重点强调了依法制军 要求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制化水平 同时也要加强涉外军事法制工作 统筹谋划军事行动和法制斗争 健全军事领域涉外法律法规 军队也要做好备战工作 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即使有效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保持国家安全稳定 报道称 何磊等六位代表分别发言 就完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 做好军事斗争法理准备等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共这些话虽然充满党文化和党八股色彩 独知令人昏昏欲睡 但是结合习近平最新签署发布的这个 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事行 您会发现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个最新纲要明显符合习近平提出的上述要求 也符合何磊等人发言中所说的 做好军事斗争法理准备 其实中共军方之前一直有类似的声音 中共解放军报之前曾多次撰文 要求加快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立法工作 称这是因为军方参加国际维和 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非战争行动日益增多 但缺乏法律配套 以致军队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出入境管理 对外协议的签署程序及行动经费方面 出现了不少问题 但是这仅仅是一方面 在人们最关注的台湾海峡方面 彭博社6月12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 中共军方官员近几个月 与美国军方官员会谈时 一再坚称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水域 这在美国政府内部引发疑虑 而实际上台湾海峡大部分区域为公认的国际水域 而美方军舰也多次通过台湾海峡 台湾军事评论员齐乐意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分析 中共多年前就着手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 这是第一次公布纲要 应与俄乌战争有直接关联 俄罗斯对乌克兰行动的定义是特殊军事行动 而非入侵 并称其目的是反纳粹 中共实施此纲要 是为了对未来台海南海 采取军事行动时的合理化的定义 与法律依据 可视为其未来实施法律战的铺垫 齐乐意一语道破 他说以后中共国武力犯台 他不会说这是一场战争 因为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 他一定也会用这种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 或非战争军事行动 为了解决国内的分裂势力问题 他一定是这么去定义这场战争的 齐乐意提到 过去军事界讨论 非战争军事行动 指的是人道主义 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如风灾海啸地震 急难救助等 而习近平签署的这份纲要内容 远超过这些范围 涵盖突发事件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他跟现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行动 也不一样 齐乐意说 未来中共的军事行动 不会在本土实施 而是在境外 他绝不会称是发动战争 破坏地区和平的入侵行动 他会说是执行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特殊的军事行动 齐乐意分析 该纲要里面提到的 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方式 他认为 这句话很重要 这有一个伏笔 未来军事运用不一定要 非得发动战争不可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所以如何去创新 这个他们需要进一步深化 以便未来对台作战 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他都会运用 为他今后可能的军事行动 做一个定位 刚要出来了 就是对以后这些东西 提供一个法律依据 中共解放军报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就说的非常明确和详细 该文强调 以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 应对临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 岛礁争夺 化界争议 渔业纠纷等问题 并称要提高能力标准 扩大行动范围 充分运用非战争军事手段 至于为何要对非战争军事行动 进行立法 何雷中将在今年两会后 接受采访时指出 进一步加强涉外军事法制工作 统筹谋划军事行动和法制斗争 健全军事领域涉外法律法规 更好的运用法律武器和手段 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 开展国际斗争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句 运用法律武器和手段 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 开展国际斗争 为中共海外扩张 进行铺垫和准备 总而言之 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到来之际 这个纲要对于中共而言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无论眼前还是长远 都是为了将来以合法的手段 进行党内和党外 国内和国外的斗争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不管签署什么决定 纲要 既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 更是为了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请帮我们点个赞 也希望您能帮助我们 传播这个频道 让更多寻求真相的网友们 能看得到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